好,来,在这一边,self practice 1.9 它叫你determin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 has an inverse function 首先它是一个function 我们要知道呢,function还有两种 第一种它是one to one的 第二种它是many to one Function它都是to one inverse function只有一种,它只有one to one的吧 所以它不是one to one,它就没有inverse 当然它不是function,它也没有inverse 所以这个是one to one,是,所以它有inverse function 这个是many to one,所以它没有inverse function 这个它也是many to one,所以它也是没有inverse function 这个怎样讲,它是many to one 你把它想象一下,它就是说-2的时候,它去到10 然后我6的时候,它也去到10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many to one ok,好,然后我们要知道它是function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test它是不是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那个vertical line test 然后我们要test它是不是on to的时候呢 ok,on to的时候我们用horizontal line test ok,so这个horizontal line碰到两个点 所以它不是那个one to one的呢,它不是on to的 ok,1,2,4,5,5,8,9,9,9,这一个d的部分呢 你就心里想过,有1接去2,然后4接去5,然后5接去8,然后9接去9 所以它其实是1 to 1 所以这个是1 to 1 所以它have inverse 然后1的这个呢 它是-3接去2 -1接去1 2接去4 5接去4 9接去5 这样 所以它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是many to 1 所以它many to 1 然后4-x2的时候呢 其实4-x2它的那个graph呢 是这样 这边是4 4-x2 因为-x2是这样 假设是上来 4-x2的graph的形状其实是这样的啦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就是说它是-2跟2的时候 它会变成0 对不对 OK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f2 等于4-2 等于0 f-2 等于4-2 等于4-2 也是0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2会接去0 我的那个-2 也会接去0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many to 1 所以它does not have a inverse 然后这个1 然后这个1-x2-2的东西呢 它的这个的function呢 如果你能够很熟 f2 f3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懂这个它其实是向前移 这边是2 然后它是这样的那个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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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办法想像 OK 我有 OK 哈哈哈 OK 然后我的1跟3的会是一样的 我的0跟4的会是一样的 你看啊 我放f0 f0 f0呢 它会变成100-2的square 它会变成100-2的square 它就100-2的square 100-4 那 so我的0跟4 都去到100-4 OK 所以它这个是many to 1 OK 所以它does not have a inverse it have a inverse 因为题目它讲要大过2 所以它大过2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的这一边 因为它讲它大过2 所以我这边没有了 OK 它有限定它的范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是不存在 所以前面的不存在 OK so有一些function 它原本是没有inverse 当我们限定了 我们的domain的时候 我们的domain被限定了 它就可以have a inverse OK